我們新加蘭交通部接到市民的舉報 知道有一些人士利用他們自己的7天作為私家車 進行一些非法載客取囚禁動 亦都是所謂的白牌車 於是我們新加蘭交通部 安排了今天進行打擊這些非法白牌車的行動 行動之中安排了警員 調裝成立的乘客 不斷上離開車 於是我們亦登上這些車後 去我們機場發掘 我們今天的行動 最後成功拘捕了兩名本地男子司機 分別是零零三十七和三十九歲 我們以非法載客取囚 沒有第三者保險的情況下 使用車輛這個罪名將他們拘捕 而後面你們看到牽涉的這兩輛7人作為私家車 我們都會透露就成立的檢驗